大家好 我是郭爱秀山 这个视频的重点给大家来点评向科技方向 好 科技强国 在我看来呢 科技是更加代表未来的方向 那么对应的 例如像上海贝林 四南威 通富威电 华天科技 北方华创 维尔股份 三光电 长电科技 应该怎么去看 大家会发现呢 这些方向 这些个股呢 它通属于半导体方向 而对半导体方向的话呢 那么咱们 更多的从指数以个股表达来进行看待 那么同时像当下半导体方向 有没有什么股票已经成为当前的风向标或是龙头 后面应该怎么去看 而且呢 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话呢 那么修山是近期一直以来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 也是呢 重点看好的一个方向 那么呢 例如说 从四月二 四月底以来 就反复的进行点评 不管是对于芯片 半导体 5G 数字货币等等 好 那么我们当下呢 来进行重点 进行点评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指数 好 那么先半导体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像今天直接明显的在消息的驱动之下 今天是属于明显的跳空高开 跳空高开最高呢 冲到高开过程的高走 最高呢 冲到了四个多点 而后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回事 留下了一个上限 而且呢 伴随方量 伴随方量的话呢 那么从指数的一个表达来讲 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消息驱动之下的高开 然后呢 冲高回落 带有一定的资金分歧 再加上浅高附近乘压 那么短周期来讲半导体高潮过之后或者冲高过之后呢 他很容易面临分化或者是短周期的修整 但是呢 在咱们前面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从指数表达上面来讲 是用这样的维度来进行看待的 从2217.64好 这是一个震荡 好 下上下比组成 由日线的比组成 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进行别线段 而后的话呢 再走的是一个向上的离开段 现在离开段的咱们前面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是属于向上离开段 还处于这样的延伸当中 从均线的维度来讲 那么五十三一百四十四形成这样的多多排列 量能有配合MSD在零路上方 处于这样的公正的节点 好 那么从禅论的维度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 盘整上的一个走法 那么中枢上演的位置至关重要 就是呢 向上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回撤不破 他对应的话呢 都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三买来进行看待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只能把它做一个次级别的三买来进行看待 如果说这个位置一旦最终一旦组结束 过去呢 从高回撤一下 回撤呢 逐渐一个 一分钟或者是五分钟级别的这样一个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 但是呢 离开段有被迟 前告有承压 而后的话呢 进回落 回落的话呢 走出一个次级别的或者次级别的这样一个组织结构 不破 中枢上演 他有可能会给出新的三十分钟级别三买 然后呢 再期待观察三买转二卖还是三分转一卖 好 这是对于半导体板块指数的一个跟踪视角 那么像今天呢 带有明显的一个上影线 带有上一线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那么 一方面代表有消息驱动 再加上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进攻 但是呢 冲高做回落呢 也代表有一定的 狐狸短期狐狸盘的一个出逃 才会给出这样的上一线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态度 又说上方前高乘压 然而今天连续两天的一个冲高 尤其是今天冲高回落 带有这个上一线 接下来只要不能快速的向上不位 那么呢 短期可能会面临分化和修整 好 然后我们再看分钟级别 从分钟级别来进行看待的话 那么当前 重点看离开段这一部分 离开段这种从2295.83 他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其实当前是可以列出呢 如果说走的走是比较理想会怎么走呢 好 好 可以期待他组建五分钟中枢 而后的话呢 再观察 能不能再给出现在离开段 现在离开段 如果说 如一旦即便给出了现在离开段 那么和前面大概的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被词仪日线级别前面高点有这样的沉压 他会找卖点 找的是属于一卖好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回落下来 也没有破前面的低点 中枢 然后反弹 反弹的话呢 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 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过只有一次 那么对应的 一方面可以把它作为中枢延伸来看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防范出走反向运动 所以说呢 一旦回车下来反弹 不给行高 回车下来反弹 二次不给行高 防范出反向运动 所以是他的跟中视角 就说他对于半导体指数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样的从高过座后面容易面临飞化和震荡 那么我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那对于半导体方向的一个视角 好 当然对于指数来讲的话呢 也可以坚守用传统角度来讲 用均线的维度 那么偏流均线 偏流均线 偏流均线 防回调 那么不破五均可持有 那么呢 如果说 向下回车 靠近一下五均 如果说能止住 那么还是一个良心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再看个股 好 那么半导体方向的话呢 从个股表达上面来讲 我们来看 像今天半导体方向的话呢 其实也是上演了这样的一个多股涨停 那么多股涨停 像20厘米的就有 例如像国民技术 像立洋芯片 好 立洋芯片是属于科创版的股票 然后呢 像上海贝林 富兰 通富威电 斯兰威 那么这三个股的话呢 是属于 10到10的 手法涨停 其中呢 像上海贝林是属于200 那么这三个股 谁有可能会成为新的 半导体方向的龙头 好 那么我们重点去看一下 首先呢 上海贝林这一只股它是属于半导体方向 高端芯片 同时叠加上海本地股 叠加上海本地股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是属于 三个股当中 我们从涨停分析思要素来去看 它是属于找盘的时间 几乎是秒板 而后的话呢 中途开了一小下 而后呢 快速回风 那么像对应的 像同富威电的话呢 它属于给风板 而且呢 多次开把尾盘呢 再进行下午盘再进行风板 斯兰威的话呢 也是如此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几个维度 如果从趋势表达上面来讲呢 像斯兰威 它属于半导体方向 芯片方向的一个趋势龙头去看 好 因为前面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是属于已经从14块钱涨到42 它已经翻了三四倍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前面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 然后呢 再度突破 突破过之后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的一个公干观察视角的话呢 是属于一方面 它前面的上涨当中已经呈现了一个量的那个衰竭msd的话 呈现一个顶背里的状态了 但是呢 回落下来 它只要说保持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算低点 不破 每个低点呢 都不破前低 每一个低点的话呢 都不破前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以用这样的维度来进行中 那么今天的话呢 直接跳红高开 它又属于呢 它从趋势角度来讲 是属于芯片半导体方向的当中 呃 具有风向标的一支股票 但是呢 它就今天而言 它属于跟风版 而不是零档版 好 这是四难为的表达 但是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在网上 它也 它得以它的涨幅来看的话 它是属于高处不胜寒 好 这是四难为 那么对应的 像同富微电 那么它对应的是属于超跌反弹轮动 超跌反弹轮动的话呢 那么它可以用手柄绝经的维度去跟 但是呢 它没有形成趋势 没有形成趋势 形成趋势的一个视角的第一 上方一百四十年军压成压 第二的话呢 那么从 嗯 平台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破位之后的反抽的走法 从33块8毛9的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哪个好 平台 破位反抽的一个走法 好 这是对于通不微电的一个态度 所以像这样的个股的话 向上 那么很容易冲高回落 或中了一百四十年局限 沉压 越不过去呢 就会冲高回落 但是呢 如果说回刺 这个缺口的位置呢 不予不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这样的小的平台 那么稍有回刺 那么可以用低吸的维度呢 把握它的一个轮动 所以说呢 个人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 嗯 炒作的一个资金炒作的角度来讲 包括强弱态度来讲 个人认为呢 像上海背零有望成为 就是它可以确定为当下的 短线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作用来去看 这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和视角 那么讲到这一块呢 再给大家做一个普及龙头的话呢 分为其就是对龙头的理解 第一个的话呢 所谓龙头 有行业龙头和炒作龙头之分 所谓行业龙头的话呢 它是指指整个行业当中 它是平均地位的 例如说像讲到地产行业龙头就是万克爱 讲到 例如说呢 对应的像呃 旅游或者免税店方向 那么像中国中免 因为中国中免之前改名之前呢 叫中国国旅好 你想到白酒 那么贵州猫财 因为它的市值是最高的 或者说那整个市场的在每个呃 江湖地位是最高的 从行业的角度来讲 好 这是一个视角 但是行业龙头不一定是属于市场炒作的龙头 好 例如像征券里面 从它的市值来看的话 那么东方财富 他就是行业的一个 南包万 就属于它的市值是最高的 而且呢 它是呃 好 那么对应的 怎么是炒作龙头呢 炒作龙头的话呢 比如说 例如说当天市场空间版最高的 它从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讲 那么空间版最高的 它是属于市场的龙头 那么从一个体材的一个来讲 那么在这个体材当中 那么它是连续涨停 连续涨停 空间版最高的 它就是体材的龙头 好 那么呢 在体材新生的阶段当中 那么呢 例如说 出现第一天移动 移动的话呢 一群手把 那么率先涨停了 成为日内龙头 好 日内龙头 那么如果说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晋级 有的淘汰了 有的晋级的 那么能够保持晋级 但是它在这个分支方向当中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连板高度最高的 它就属于这个体材的龙头 好 当前的话 像上海贝林的话 是可以把它作为半道的方向 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嗯 炒作龙头 或者是呃 题材龙头去看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那么既然说作为一个龙头个股来看的话 那么接下来他的对他的态度很简单 能够保持晋级为强 而且能对版后有个提振的作用 好 如果说像上不能停机的 那么的观察有没有新的个股能够接力 同时的话呢 那么他再往上的话呢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讲 再往上前高有成压 如果往上的一旦不能连板 那么必然会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就会面临这样的回事 但是呢 即便他出现回事 出现大银棒出现回事 那么他作为这样的平台突破 而且下方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个筹码秘区 那么回落之后呢 大概率会有反暴的做法 这是对上海贝林的一个观察和跟踪 好 技术表达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讲 像通福威电咱们刚才也讲到他只是一个超低反弹 而且是就是后面两只呢 从今日的行情来讲 上海贝林是属于林长板 四栏位和通福威电呢 是属于呃 对应呢 是属于这样的跟风板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往下面去看啊 对应的华天科技好 华天科技这类个股的话呢 今天虽然说也有移动 但是呢 他的一个做法 上方一百十十年均线一年承压 而且收盘价呢 收在了一百十十年均线的下方 所以说像这样的个股呢 依然不坚围去追 但是呢 从小 从大级别角度来讲 并没有突破 因为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原来属于这样的一个承压 技术承压 但是从小级别来看的话呢 那么用长领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表达 它属于从十一块一毛二的位置 反弹 好 回次 然而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 而后呢 再向上走 离开断的一个走法 那么接下来呢 重点考察的一个节点是属于中枢 上延 只要是那向上冲高 冲高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回落中枢内部 那么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中枢延伸去看 如果这个中枢上延的位置呢 都不能都不能跌破 就是冲高之后回落 上延路都不破 那么它可以存在分钟级别的这样三百 那么中枢上延考验什么位置呢 对应的 好 在十二块八毛九 这是华庭科技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去看 像北方华创 好 那么北方华创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咱们在他刚刚形成这样的拐点处呢 就有重点金点评 其实呢 当前已经连续的上涨 那么今天 盘中冲高 冲高的话呢 一个是前高一步之遥 第二个的话呢 是属于最高的冲到了九个多点 九个多点的话呢 没有封板 它就是天零五军 天零五军的话就卖点 所以说是今天冲高呢 前高附近城压 以及呢 出现这种天零五军的信号 实际上是短线做卖点的 卖点过之后呢 那么给后面跟中视角的话呢 一个是从局限的维度来讲 天零线能不能锁得住 如果说能锁得住的话呢 震荡当中不排除在路走墙 如果能锁不住 那么还有防范 顶 分形的成立 顶分形一旦成立后面呢 又不能快速的站上 那么对应的防范呢 是一笔下的开启 好 那么从禅略的一个表达来讲 咱们前面 给出了一个观点 或者做出这样的一个解读 是也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 而后的话呢 走的是这样的向上离开断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他出现这样的回撤下来不破 中枢上延 那么呢 一旦如果说调整的比较深 那么考察一笔下 什么时候出现底分 底分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又不破中枢的 又不破中枢上延 甚至连前面这个位置高点都不破 那么他又会自从新的一个机会点 好 这是一种情况和推演 那么同样的 在这种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还 击下来的话呢 整个板块走强 该股的话呢 低开高走 或者是回落之后呢 再进行向上 看他能不能是属于强反包还是弱反包 弱反包依然是卖点 他依然是顶分 如果是强反包的话呢 那就是属于继续走强了 好 这是北方华创的一个表达 但是这一只个我的当前的话呢 他是 个人为了 从短线的一个角度来讲 从短期的角度来讲 防范的是他调整 因为他已经在高点和高点的联系上 今天冲高的话呢 也是偏离五军 所以说呢 后面大概率是要面临短期调整的 至于调整的幅度 我们去跟 而不是去猜 好 这是北方华创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再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像威尔股份 好 威尔股份的话 咱们前面跟踪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其实也做过 这样的一个点评 当前的话呢 它属于 第一 上方的高点和高点相连对应呢 是属于这样的压制 好 压制的过程当中的回次 回次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发现 好 低点 低点 他只要说呢 回落下来不破 一百可以一 下方的可以一百四四年均线之后 他的一个技术关键关键位 不破 那么还延续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保持这样的一个增浪的一个走法 好 如果说不收不住 那么呢 他可能会进入这样的一个弱势 下跌周期 好 同样的 相似上的话呢 他只有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持续带量突破 回踩不破 他才会迎会接新的机会一点 这是威尔股份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呢 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像三安光电 三安光电的一个技术跟踪视角的话呢 咱们前面 嗯 也是属于小的平台突破 然后的话呢 以一百四四年均线作为狗争点 先上为强 先下为弱 那么连续冲高过周呢 像这类个股也要防范的是好 基于向上冲 那么前高 以及那防范上上防范偏离五军 那么回落呢 只要不破一百四十年均线 他都作为一个呃 机会点去看待 如果破的话呢 那么其实的呃 立场或及时的认认输认错就可 那么 例如说在这个节点的话 其实你没有 就是有个最佳的 或者最简单的方式 坚守一百四十年均线之可 在这样的节点呢 坚守一百四十年均线即可 在这个位置也是同样如此 好 破了 那么呢 即是立场 那么向上的过程当中 防范的是 一个是上涨 过程当中 哎 颈线位 前面乘压 这个位置呢 像前高颈线位也是有乘压的 好 那么呢 压力不能突破 而且不能持有的半数温和方量 那么防范呢 就属于回射 回射的话呢 看直升破也不破 好 这三光电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像长电科技 长电科技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超 用超线反弹的一个视角来去看 轮动 那么消息驱动下呢 今天跳空高开冲高 冲高的话呢 最高也冲到了八个多点 而后的收涨百分之六点而是 但是呢 它并没有突破 上方一百四十年亿年乘压好 像这类个股呢 很容易冲高回落 所以说呢 一百四十年均线下方的个股的话呢 只作为一个超低反弹 或者是反处来去看待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好 只不过呢 像长电科技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的基本面是比较强大的 有强的基本面之身 只不过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当前还并没有完全走好 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而走强走弱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关于均线体积当中 以一百四十年均线的为例 周看牛熊 日看强弱 好 那么这是长电科技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以上的话呢 咱们更多的是一种 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而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呢 对应的 然后呢 个人再表达一下对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个态度 那么前面的话呢 像科技方向当中 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超跌 或者是 比较深度的一个调整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一些科技股已经率先走强 已经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 或者走主升 而更多的科技方向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他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人一般表达表现 但是表现的也不会一次而就 所以说呢 更多的还是精选个股的同时 要把握好他的节奏 也不要盲目的追障杀爹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好 再见